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 我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香港这个问题 香港呢,它未来应该是怎么一个走向 香港呢,它今年夏天这个事情呢 它是分两部分的 一部分呢,就是那些个和平示威的 那些示威者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那些个勇武者 那些暴徒,我们叫暴徒 他们自己也叫勇武 打、砸、抢、烧 现在呢,越演越烈 自从5号的凌晨 他们禁止蒙面法出台之后 这个暴力的程度就更加的严重了 说将来他们会平息吗 平息以后会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平息 这个暴力平息 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他们这种勇武呢 警察是有理由抓他们的 而且是警察主要的抓捕对象 还有一点呢 就是他们这么勇武 他们是拿钱的 他们肯定是拿钱的 今天呢,我还听到 有网友给我发的 就是有人就私下里面录的音 就是在聊 关于谁家里面啊 有小孩去参加这个暴力 然后拿钱 有一个人家里面呢 有两个小孩参加这个暴力 这一个夏天挣了不少钱呢 说就挣出来了一部分楼的钱了 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最重要的是住房问题 对吧 有的人呢 家里小孩都挣出来了 一部分楼的钱了 因为他楼很贵嘛 要全挣出来也不容易 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金主不给他们出钱了 或者停止 停止这个暴力 黎智英他都出来发话了呀 说我们现在呢 不要再采用暴力 要用和平的方式 要跟中共政府呢 斗智斗勇 要拉那些西方的国家 全世界范围当中给我们支持 来逼迫中国政府 我今天要说的呢 就是 今天呀 10月10号的时候 我看到香港的政府 它是跨部门的一个联合的记者会 在这个记者会上 它是由政务司司长来挑头主办的 林郑月娥没有参加 我就从他这个记者会上 我就感觉到 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它是一个什么信号呢 我就感觉到 香港政府啊 他们只在乎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暴力给止住 他并不在乎那些个游行示威的 他们就在里面说 就呼吁这个民众啊 甚至呼吁那些暴徒 等于说苦口婆心的 差不多是哀求他们 跟他们讲 你看啊 你们这么砸什么都砸了 你砸那些个地铁交通工具 大家都需要依赖这些交通工具 来上下班 你把这些地铁都砸了 大家都上不了班呀 这是其一 其二是说 哎 你把那些交通灯都砸了 你交通灯砸了以后 大家过马路的时候 每一天我们在马路上 都有多少的车流量 你要把交通灯都砸了的话 没有了交通灯 大家没有了规则 就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还有呢 说你把那个无障碍通道都砸了 都破坏掉了 那那些个残疾人士 甚至于需要推应用车 也需要走那个无障碍通道 那这些人都不能通行了呀 说我们反对的呢 是这些个暴力 我们并不反对你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 香港的市民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你可以游行示威 但是呢 你不能进行砸呀 砸 一个是造成破坏 一个是造成了大家生活很困难 还有呢 说满街都是需要修复的 满街都是垃圾呀 满街都是那个垃圾桶啊 满街都是污损的那些 写的那些个墨呀 字啊 那些个涂鸦呀 那些需要清除 给他们那些清洁工呢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等等等等吧 就是我就听出来 香港政府他们关心的 只是说有没有给香港造成这些损失 有没有造成不变 他不关心 他们是不是出来游行 他不关心他们游行的主张是什么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而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他们越来越明显的能够看出来 他们就是反中的 他不是反送中 反送中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 当然这个反送中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 他绝不能让这个送中条例来通过了 这一定要反对的 说来说去 他们就是反中的 现在呢 中国政府还没怎么着他们呢 用这个新加坡的总理的话说 在这场今年夏天香港的这些暴露过程当中 中国政府一点错都没有 因为中国政府什么都没干 什么都没干 什么也都没说 除了说支持香港政府 支持香港政府止暴治乱以外 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的一个指手画脚 就是远程的指手画脚也没有 按说远程评论一下也没所谓 对不对 就跟我现在似的 就在视频上 对中国的这事呢 评论一下 有的时候也会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比如我今天就是又要提一个意见和建议 但是呢 这也都是一些个人看法 就是你要远程的 它只是一个观点和看法 它并不是说中央给香港的政府下一文 你下一步应该这么做 应该这么做 具有这种执行的意思在里头 没有 就连评论性的就也没有指手画脚 远程的指手画脚都没有 但是香港现在他们在针对中国政府 他们说来说去就是要摆脱中国政府 这是他们的第一步摆脱中国政府 他们的第一步就是双普选 摆脱调宁 今天是10月10号双十啊 双十 香港那边我看到他们又打出来一个标语 就是联合台湾 港台联手 反对中国政府 特别可怕的是什么呢 我刚才都说了 香港政府现在 他们从这个双十的跨部门的这个记者会上 我看出来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立场和那些个示威者没有分别 他们是没有分别的 只不过现在他们还没有表达出来 他没有辅助行动 香港现在呢 就是 反中这个 我认为 已经是很普遍了 这里面参加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学生 是 大学生 中学生 甚至于小学生 这些学生为什么能参加 是因为那些老师参加 老师鼓动他们 老师都参加呀 老师都是这样的立场 教育部门都是这样的立场 大学都是这样的立场 我昨天又看到香港理工大学吧 他们学校呢 有一个老师 他就站出来 指责那些暴徒 学校就让他停课了 停止审查 学生还不干呢 学生要求开除他 但是学校还没有开除他 还有呢 就是广大的那些个不发声的那些群众 他们是什么立场和观点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纪念夏天的时候 他就去香港那边 我不知道他去出差呀 还是去那个谈亲访友 反正夏天他去了一段时间 他回来给我反馈的就是 香港那边有很多人 他不去参加暴乱 暴乱他们不赞成 打砸这些他们不赞成 但是 那些示威者的那些观点 他们是赞成的 当时还是反送中嘛 那些反送中 就是一个引渡条例的修改 他们是反对的 然后最近呢 我又有朋友 他从深圳那边 去香港 溜达了一圈 以前他很爱去香港 说我现在去香港看 满目疮痍 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 他认为呢 他通过他在香港期间 他跟那酒店里面的人 餐厅里面的人 出租车司机 跟他们这些人 能接触到的人 就跟他们探讨 香港的这件事情 那些人呢 都认为 你这个暴力 他们是不赞成的 打砸抢烧 把市政都破坏了 把社会环境都破坏了 他们不赞成 但是他们都认为 这些暴徒们 手段是不对的 但是他们用心是好的 他们的用心是好的呀 你明白吗 香港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以前我也说过 我就是一直就纳闷 大家都认识到 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 对不对 连那个董建华 他都出来说 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 梁振英也说 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 那你董建华 梁振英 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 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的 还有这个林郑月娥 从来他就没有表态过 香港的教育 是不是出了问题 香港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应该怎么办 到现在 我们没有看到 任何的一点点 哪怕一点点 香港的教育 进行改革的苗头 我没有听到 林郑月娥 在下个礼拜 马上要发布 她的施政报告了 她说 下一届的立法会 将要讨论 一些个施政工程 然后会讨论 什么减税 可是她没有说 要讨论 教育改革 梁振英 出来指责那些 教育部门 指责那个教育 指责校长 和老师的时候 教育协会 他们公开的 发表一个谴责 谴责梁振英 干预他们 教育界 骚扰他们 教育界 说教育 什么 要客观 政治 不能干预教育 这教育 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好吧 还有呢 我昨天 我还看到 不是那些警察 去一个 城市广场 新城市广场 一个商场里面 去抓人吗 好 他去抓人 这个商场那些保安呢 五个保安 暴徒他给放人去 当警察来了以后呢 每个人都积极的去 挡着那个门啊 去压着那个门 把门关上 那些门都关上 然后不让警察进来 警察 无论如何的 活活活心的 跟他们说 说服他们 不听 没用 然后警察就冲进去 然后就把那个暴徒 给制服了 并给抓住了 完了以后呢 又把这五个保安 也给抓了 但是那些法官呢 马上就把这五个保安 给放了 而且 而且 这个商场的老板 出面说 对此事 表示遗憾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商场 保安 他们都站在 这个暴徒一边 他们很有可能 也不支持他们 就是打呀杂 但是呢 就好像 我深圳的朋友 去香港了解到的 他们认为 这些暴徒 是为他们好 为香港好 还有大学 还是那个 理工大学 理工大学 他们就发一个声明 校方就发一个声明 说这个警方 未经校方的同意 不得进入大学校园 来抓人 刚才我说的 那个理工大学的老师 指责那些学生 是暴徒的时候 他们就给他停止了 在之前还发生过 一件事情 我记得就是 这个理工大学 有一个老外 德国的一个学者 他到理工大学 进行交流 访问学者那样的 做一些研究 他就亲眼看到了 那些学生 就是拿着那些面具 拿着那头盔 就拿到学校里面 到时候就拿着这些东西 就去参加那个暴乱 而且还在学校里面 交流 如何放火 如何袭击警察 这样的事情 这个老外都看不过眼了 老外说你们这些人 就是暴徒嘛 你要是在德国的话 你们这些人 早就被打死好几遍了 因此这位德国的老外学者 还被这个学校就开除了 就停止了 跟他的这种 学术交流的合同 就说明 香港 有很多人 有相当多的人 实际上 他们也是反中的 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 中国政府 到现在也不出手 有很多的 所谓的专家 不是所谓的专家 就是专家 那些个政治家呀 经济家呀 时事家呀 国际关系家呀 那些个专家们 有很多的专家 我就看到最近 这段时间以来吧 就是陈平的一个视频 广泛流传 他的影响力 还是很大的 他的观点就是 让香港乱下去 让香港乱下去 等他乱完了以后 香港人民自然就认识到 多需要中国大陆 我认为不会的 我认为不会的 他们现在中国大陆 什么都没做 他们就把账 寄到中国大陆的身上 将来 他这个甭管香港怎么乱 甭管香港有什么后果 甭管香港怎么样 他们都把这个账 寄到中国大陆的身上 你放心好了 他不会反思说 到时候说 哎呀中国大陆真对呀 中国大陆真是好人的 真是好政府啊 我们现在改为拥护中国大陆吗 我告诉你 不会的 别的你不看 你就看西藏 你就看新疆 你就看新疆的那些个 这些年以来 中国政府 把新疆和西藏 都治理的多好啊 天路都修起来了 本来他们就根本出不了家门的 现在什么 把他们的生活搞的 和内地都差不多 我回国的时候 我看电视看 他们的生活 其实现在和内地差不多 因为交通方便了呀 高铁都有了呀 机场都有了呀 他们想出来就能出来呀 把水 那些给他们搞好了 他们可以种地啊 实在不能种地的那些地方 就给他们迁出来了呀 迁到乌鲁木齐 把他们生活搞得多好啊 但是那些反对的 还天天在反对 跑到美国去拉赞助 去联络香港 在香港现在就有那些个 民运啊 西藏啊 新疆啊 这些个反对派 这些个汉奸们 在香港进行活动啊 香港你就看吧 那些暴徒 在那个马路 那个路墩上 在能写的地方 你看他们写的是什么 他们写的都是反中啊 什么共匪啊 狗中狗共啊 这些东西啊 他们把国旗拿下来烧啊 他们并没有把去旗拿下来烧啊 他把国庆的时候 凡是沾到中国的 那些个标语啊 什么的 横幅啊 他拿下来烧啊 他们针对的是中国呀 他们并不针对香港政府啊 香港政府也不针对他们呀 香港政府只是呼吁他们 你们不要再烧了 你们不要再砸了 如果你们不砸不烧的话 香港政府是没有意见的 你反中随便你反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反中在香港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全民的事情了 现在可能还有一部分人 一部分人吧 他们是在大物数的教育 半道去的香港 或者说他小的时候呢 还曾经听他的父辈 他父辈是半道去的香港 曾经他听他的父辈 给他们讲过中国的人历史 他们可能还没有站在那些 咱们都说暴徒就是反中的那一边 还没有 然后你中国政府 你现在不出面 我认为哈 现在我就认为 我再一次提出来 中国政府现在就应该 收回一国两制 实行一国一制 香港基本法里面 第十八条 香港基本法里面 有两条说到这个 中央政府出面 其中一条就是 在香港政府的要求下 中国政府出面 另外一条就是 香港政府没有要求 因为他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 人大可以宣布他进入紧急状态 直接就接管 实行一国一制 这两条我告诉你 是有区别的 香港政府如果要求中央政府出面的话 是临时性的 临时性的 香港政府这些暴徒他们制不了了 要求中央政府来出面 来制这些暴徒 暴徒制了之后 交给香港政府继续进行管理 这是这个 另外一个 第十八条才是 全国人大 takeover 全国人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然后呢 实行一国一制 我认为 不需要等香港政府 来张口 中国政府应该直接出面 启用十八条 就收回这个一国两制 实行一国一制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让我告诉你 香港 现在来说是一个机会 香港现在绝对是进入了一个乱到不能再乱的程度了 绝对进入一个紧急状态 绝对够条件 人大来发布命令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来接手香港 绝对到了这个时候 说以后会不会出现这个时候 以后就不一定了 你看 黎智英 他都认识到这个问题 黎智英 为什么在苹果日报上 他发布了那个 要求勇武派放弃 改变策略 为什么 他说的是中央政府是会以这个维建口来镇压 但是他没有说会废除一国两制 实行一国一制 让你香港永远都没有机会 他没有说这个 或者他没有说 或者他没有认识到 或者他认识到 他没有说 或者他仰是没有认识到 但是我认识到这个问题 香港如果不收回来实行一国一制的话 告诉你 好不了 比新疆和西藏要难搞 为什么呀 新疆和西藏 那是在一国一制的治理之限 它是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限 而香港呢 香港中央政府一点都插不上手 一点都插不上手 香港这个政府 他不要求你 你中央政府不能跟他说 哎你要求我吧 他不要求 香港政府为什么不要求 我想 他们也是不想失去民心 他们不想失去民心 如果他要求中央政府的话 他们就会失去民心了 因为他们这种民主的 凡是选举的 你都要有一个民心问题啊 你不能失去民意 林郑月娥这是第一届 他下面还有一届呢 他要再选呢 还有那些的 就算是林郑月娥 他不在乎 那其他的那些个 对吧 那些搞政治的 那些政客 他们也有一个前途问题啊 将来还选不选 进不进立法会之类的 都有一个民心问题 他不想失去民心 或者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本身 他本身就是代表的是那个民心 那个民意 就是他心里的民意 他们是想维护那些民意的 这次事件 这个暴力一旦说停止了 然后那些示威 然后那些民意就停了吗 No 他不会停 他只会越来越严重 我刚才说了 有一部分人 他是就是半道从大陆去的 他了解历史 有一部分人呢 是小时候受了父母的影响 那等着这些人 慢慢的越来越少 就是香港的教育 这种情况 他们这些人 就会越来越反中 反中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反中 他们会比西藏和新疆那些人 独立的欲望更强烈 而且一旦他们就小独立了 或者说他们就是事实上的独立 他们就天天天天跟你闹 你看现在西藏和新疆 一部分人在闹 已经是让中央政府已经是挺焦虑的 挺焦头烂额的 挺烦的 对不对 如果将来香港 它会是一个全民性的 天天跟你闹 你倒没说怎么办吧 他也不暴力 他不暴力 他就是闹 天天游行 天天呢就是打着那个标语 对吧 天天骂你共产党 骂你中国大陆 恶心你 你说你怎么办吧 个别的就是涂鸦 把旗烧了 你好不能说 个别人把旗烧了 个别人涂个鸦 然后你军队就开进去吧 对不对 你不能啊 它是和平示威 你能开进去吗 你能废除一国两制吗 它是和平的 所以现在 它是一个时机 它已经都这样了 此时你不去 takeover 更该何时啊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陈平他们说的那个 等到他烂 等到他烂 等到他说反省 现在我们要拥护共产党了 我告诉你 这一天不会有 不要傻 不要天真 这是一个历史的时机 既不可失 时不再来 不要在乎说 哎我收回一国两制 我违反了承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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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一世 是他们自己 把一国两制 闹没了的 澳门就很好吗 有了澳门一个例子 就足够了 不要再保留 香港这个烂苹果 他已经烂了 他只会 将来他只会臭你 只会恶心你 他不会反省的 他跟我这样的 跟我那天读的那位留学生那样的 还有广大的网友 有很多的网友 都是后来出了国以后 哎 就是纳伯门来 或者是有了转变 在中国大陆也有些 现在中国政府搞得好了 有很多人有了转变 他跟这些人可是不一样的 这些人从小受的教育跟他们不同 这些人所能看到的事实 跟他们不同啊 现在 绝对是一个时机 如果你这个周末不行动 下一个周末不行动 再往后 就有可能 这个时机 就失去了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就跟您说到这里 我会看到 对 我怎么在际上 当中 有什么时候 德文 那 我们说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